I don't think s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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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think s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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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ever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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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na happen 大家好 今天我们学这个字 这个字是不是应该读成 Fiance呢 但如果我给你看这个版本的话 你就会知道 哦 这是个法语介词 它不应该发成Fiance 它应该发成Fiance 第二个应该是正式的写法 但在不正式的书写材料里面呢 可能第一个也是可以的 而且很多人也这么写 Fiance在法语是个过去分词 它的动词原型是Fiance Fiance的原意是 使某人订婚 它是个使动词 被安排订婚的人呢 就是这个动作的承受者 我们中文称为未婚夫 其实英语里面也有一个相应的动词 Engage 比如说 I'm engaged 就是我订婚了 但它没有用Engage 这个过去分词 来表示这个被订婚的人 而是从法语介来这个Fiance 但大家要记住啊 这个法语是有阴阳性区别的 所以这个Fiance是个阳性 它是指未婚夫 那未婚妻怎么讲呢 未婚妻就是要在这个Fiance后面再加个1 这个就是未婚妻 他们的书写虽然不同 但是读音是一样的 如我们举个例子 Logan Paul Welcome First Baby With Fiance And Review The Sweet Name Logan Paul 和他的未婚妻 有了一个孩子 并透露了他们的名字 大家注意这个Fiance 结尾有两个E 所以 他是未婚妻 不是未婚夫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